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個時候師母就很羨慕 她說這是你們師生的事情 所以她說那現在好了 老師已經往生了 那我派你一個作業 你回去把這些事情寫下來這樣子 我當時就答應了 我說沒問題 這個我很早就想寫了 可是我沒有想到就是我回去之後 這篇文章讓我寫了五年 各位好歡迎來到大愛會客室 為你推薦的好戲金門大國民 今天戲劇已經走到了第三十七集了 感覺上可能應該要很沉重的 為什麼國民老師生病了 但是會發現這個病人還是閒不下來 在醫院裡面也是這樣拍拍照 還希望可以散播歡樂 我們請到這三位來跟我們聊一聊 首先是我們國民老師的兒子 我們歡迎玉邦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國民老師的學生 歡迎蔡建樹蔡老師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可彤 你好大家好我是可彤 我們要先請教一下蔡老師 你們同學之間 因為我覺得老師真的太奇特了 有沒有曾經把老師定會是什麼樣子的老師 我們自己班上的同學 倒是沒有什麼綽號 因為我們大家都叫他抖的抖的 這樣子 但是碰到其他班的同學 比較有趣的是 我們很訝異 因為其他班同學會起很多的 譬如說我們聽過最多 大概就是叫他怪怪的老師 怪卡老師 怪卡老師 對 所以即便是到了三十年之後 我們碰到了其他班的同學 然後他們後來大家都知道 那個李老師的故事 所以他就說 那個就是我們那一間碰到的那個怪卡老師 對 那其實後來大家在講怪卡這兩個字 其實是抱著尊敬的意思 日久見人心發現這個老師真的是 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 也真的是很利益人群 就像你說是一種尊敬 是 對不對 而且玉邦其實爸爸的怪卡 還真的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後這幾年 還是完全沒有辦法改變 連去醫院都出乎你們意料之外 到病房去娛樂大家對不對 其實他不是一個很 靜得下來的病人 如果我想在醫生醫護人員的眼裡 只是說他一直會很想利用他 身體狀況還允許的時候 他會一直問醫生說 我這樣身體狀況 我想要去大廳騎個路輪車 或者是說去拉個二胡 要給大家去分享 可不可以 他會一直去問當時的組織醫師 或者是護理人員說 就一下下可以吧 我現在覺得感覺還不錯 一下下可以吧 可以吧 他就會一直問 其實對於他生病以後 他其實一直也抱持著很有信心 或者是說也是想要給我們一點鼓勵 對 因為我覺得他一直覺得說 反正不管怎麼樣 他想做的就做 那可能是怕我們也不好受 所以他一直表現的也是非常的堅強 樂觀 反正他心裡想說 我這麼樂觀 反正幾十年來你們都知道 在這個時候如果我繼續保持下去 你們就會覺得我會有轉念 爸爸可能是這樣想的 這個時候的可彤 在後面的這幾集 笑容變少了 所以其實到戲劇來到 國民師兄開始生病的這一段 這段這幾集 我們所有演員的心情都還蠻沉重的 因為也對這個感情很有 這個角色很有感情 所以在演的時候 很多不捨都會一直跑出來 然後我覺得更特別的是 這一連串的宣傳下來 跟國民師兄身邊的真實的人物 家人啊朋友學生都更靠近 那從他們口中聽到的這個老師 更是讓我覺得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人 這麼的棒 然後可是他卻那麼突然就離開我們 所以其實我都說我在後面這幾集 我之後幕後去配音很多次 然後我到唸一些OS 或者是要補一些聲音的時候 其實我都忍不住的想要流淚 就是因為太感動了 覺得連我是一個 就是不認識師兄的人 我都可以這麼難過 那何況是在他身邊的這些 每天跟他一起在做善事的朋友 跟家人可能會更不捨 所以我覺得可以演到這部戲是很大的福報 也因為老師這麼的特殊 所以您有曾經寫下環念老師的文章 那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因緣想要特別去寫出你印象中的國民老師 那我自己當老師以後 我都覺得說我也是一個滿幸運的人 一路以來都碰到好老師 那我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在對著學生講說 我的老師 我的國中老師 曾經怎麼樣在那個物資艱困的年代裡面 用蘋果怎麼樣來鼓勵我們這樣子 那我原來以為這個事情大家都知道 就在老師往生之後的告別式前戲 我去看師母 那我跟師母提到這個事情 師母竟然瞪著我很訝異地問我說 有這些事我不知道 然後我那個時候才知道說 蛤 這是老師竟然連師母都沒有講 我想搞不好連一幫也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不曉得 對 那那個時候師母就很羨慕 他說這是你們師生的事情 所以他說那現在好了 老師已經往生了 那我派你一個作業 你回去把這些事情寫下來這樣子 我當時就答應了 我說沒問題 這個我很早就想寫了 那可是我沒有想到就是我回去之後 這篇文章讓我寫了五年 五年 對 因為我寫了好幾次 都覺得我沒有辦法完整地表達 我所認識的國民老師 所以我寫了又改 改了又寫 然後一直到今年的四月份 我終於覺得說 這樣子比較像我所認識的國民老師 後來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我要花那麼多的時間 花那麼久的時間我才寫得出來 然後我發現每次寫 有每次不一樣的感動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我認識的所有的老師裡面 真的是最怪的一個 也是最讓我覺得說 他這個 他這個 見極理極的這種態度 而且把握當下 所以我寫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非常感動 對 三年 校園當中的師生情 延續三十多年了 要是我要寫一篇文章 我可能也寫不完吧 五年的時間要來懷念一個老師 寫到一半覺得不夠 我覺得這好感動喔 玉邦有沒有因為在這一次 因為是在爸爸往生之後 我們才開始訪問老師的點點滴滴 有沒有再一次的去認識你的父親 其實很多地方的是我所不認識的 但是看完這個劇本又覺得 對 這就是老爸 爸爸就是這樣 對啊 老爸的個性風格 不論說從他做事情的習慣 或者是說做什麼事情都要很快很快 就是趕快去做的那種的這種風格 也在這個裡面 戲劇裡面有做一個很好的呈現 其實 對啊 的確喔 不僅僅是我們觀眾認識了國民 我們的演員 我們學生 最親愛的孩子阿邦 大概都再一次的去了解 為什麼國民老師他會是這樣子 連生病的時候都不忘散博歡樂 這個時候不會覺得他是怪咖了 因為一切是那麼的理所當然 這就是李國民對不對 感謝三位今天分享感恩 謝謝 謝謝 感謝您收看今天大愛會客室 我們明天見 大概是85年 86年 在那時候 持續醫院的大廳認識人 他是在喔 那個是 他是談那個那個 那個青春那種風景那種 二、三十年前 我們華人 也不是那麼現在 像現在那麼壯 還是比較民俗都比較普遍 所以那些人都比較喜歡聽這個 他是我們台灣話 還是什麼 台灣的民謠 民謠什麼 比較愛 他在那裡都做那些人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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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